你知道你拿到米其林的推荐的时候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 这个是男女形容的 我的名字叫冯伯仙 今年快要86了 我是他的女儿 我叫冯兴 我今年58 这个老八少我觉得 有很多office的顾客 白领的顾客 也有机会让游客来品尝 我们也希望年轻的一代 能够尝试到这种味道 传统的味道 我们沉传下去 一个河粉是一个好像没有味道的东西 可是你要对这个河粉出的是河泥 这个河泥好像小的时候 我们要再给它放什么料才好 这盘河粉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温馨河瓣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香菇 有鸡肉 有鸡肉 有鸭肉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 排骨 还有卤蛋 蔬菜 我还有一个名称人 就是鸡跟鸭两鸭 叫做香菇耳瓣 因为我有一次听到一首歌 那首歌叫做香菇耳瓣 我要轻轻的声音 我要轻轻的声音 不要帮我玩 要不要吃它的面前 要尝尝的 它的汤味慢慢尝尝好了 酸的或者是蚝油的卤的都是 但是我们这个药材的 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风味 如果你用我的辣椒来 放在我的河粉 可以说两个字 绝配 怖 ского 发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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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